快问快来时间 首先说出你认识的三位本地公众人 我想一下 贪穿鸡 小木根 两文外 请问虾酱机里面有没有虾酱 虾酱机 里面有没有虾酱 哇 应该有吧 我不知道我会买 但我没有去想过 鲑鱼是新加坡的里岛吗 鲑鱼 鲑鱼是什么 鲑鱼啊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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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说那个枯树岸吗 我不知道耶 说出三样会出现在小贩中心的食物 三样吗 呃 肉酱 还有 肉酱 我认为你很棒耶 因为很多人说肉骨茶他会说肉骨茶他不会说鲑骨茶而且你又是一个白人对所以会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华语非常的流利或者说因为你你你你甚至可以讲一些方言之类的会觉得说哎这个这个白人很奇怪很不错的 不一样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大概就是我出生于俄罗斯对但是我一岁半就搬到台湾跟我爸妈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科学家所以工作关系他们就搬到那里然后我在台湾就住了大概八九年吧就是有上幼稚园啊上小学大概两年之后也是工作关系我爸妈就移民到新加坡所以我九岁都在新加坡 如果说你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可是你才在那生活的时间是你最短的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当别人问你说哎你你来自哪里的时候你怎么回答这个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呃我觉得还蛮难的对因为哇要讲一串对不对要讲一串而且而且你要看那个对方问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纯粹好奇吗 但是我会可能我会说我在新加坡的话我其实会说我是这里人因为我们全家在这里已经住了超过二十年然后我妹妹也在这里出生然后我们在这里工作然后交好多朋友就是我们的家嘛对所以我就说oh I'm from Singapore对他们就说no no no I meanI mean他们就说不出来他们要他们 他们在哪里长大然后你又说我在台湾长大怎样对所以他们其实很想知道的就是你这个外表是哪一个国家的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的外表跟可能我的内心认同的身份没有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就是去对对对另外一点就是你是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来新加坡 而且你不是从俄罗斯来 你是从台湾来 台湾其实也是一个 华人占多数的一个社会 那个时候对你来说 移居到另外一个国家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怎么看 九岁的时候 你看到新加坡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我的那时候英文很不好 所以就比较难沟通 尤其是我三年级嘛 然后入学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看到很多小朋友 我就可能很想跟他们说中文 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讲 或者是他们可能听得懂 但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习惯 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下定决心 要把英文学好 对因为我还记得 我妈妈有问过我 她说我们现在移民到新加坡 那你要不要 你是不是要学Singlish 然后我说我要 我一定要 因为我要完全的融入这个环境 这就是我的这个新的家嘛 我要这样子 所以那种冲动来自于 想要交朋友 想要交朋友 想要融入整个社会 我是想要被接纳 你用了很长的时间是希望被接纳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痛苦 或者是一件有点挣扎的事情 我觉得身为所谓的移民 寻根他这个话题 他是一个我觉得 很多移民都可能会 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因为有些人我觉得很幸运 他的所谓的ethnicity 然后他的国籍 跟他的身份 对他们来说 那个是同等的 是一件事 但是对很多 像我 我会觉得我是 第三个文化的孩子 对 对我们来说 这三个不一定 不一定可以这么容易的 放在一起探 对 所以你需要花时间去 去寻找说 你是谁 你觉得你在哪里有归属感 对 这是需要时间的 对 可是未来 你有想过吗 因为你的 你毕竟是有语言的能力 毕竟是有在三个地方 不同的生活过的经历 你会把自己当作 新加坡的过客吗 或是你想要在这里炸根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根 已经炸得很深了 20年的根真的是 对 可是父母啊 家人方面 我爸妈跟我妹 我们在新加坡 有20年了 然后我妹在这里出生 我们也都是永久居民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已经是我们20年前 就是定下心 然后做出这个选择 说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 很久以前就决定好了 对 欧嘎的成长背景 其实是很特殊的 可是我在跟她的对话中 我丝毫感觉不到 她对自己定位 有任何的不确定性 这个女生把台湾 当成她的故乡 新加坡是她的家 而俄罗斯是她的根 我相信身份认同的 撞击和迟疑 是每个新移民 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可是欧嘎这一块 很早就走过来了 那她也说 自己在新加坡耕耘了20年 现在已经非常融入了 而现在她呢 有一颗非常坚定的心 认定就是 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